每天晚上 你為什麼不放過 又摔東西 然後說 但是隔壁那一間 大吼大叫之後 隔了10分鐘之後 我又聽到了一聲巨響 三樓 三樓摔下去 第二次是相隔了半年之後 同一個地方 對 又是樓上 八卦那是正邪用的 我就開始覺得有點貓 氣質 氣質不會太貴 兩萬塊 兩萬塊應該差不多 接近30坪 25坪左右 30坪差不多 那埃及怎麼處理 那埃及的話 你該不會處金字塔吧 埃及公寓 4萬 4千 4千 對 也是台幣4千塊 這麼便宜 對啊 真的 便宜到一個 我們在埃及的租屋 都是政府在規定的 然後現在有分 舊合約跟新合約 怎麼說 聖經啊 舊合約 舊約跟新約 不一樣 我們現在租金啊 就要每個月付8塊錢 埃及幣 那換算成 台幣的話是40幾元而已 台幣40塊 租金 對 然後已經80幾年了 到現在價格都還是不變 40塊 租80幾年 你說這個舊約已經80幾年了 就是你的老價 因為舊合約就是都不能改 就你曾經簽訂了這個合約 也不能漲價 都不能漲價 房東怎麼辦 就每天去你門口哭嗎 我都不能哭 你本來兩個商品都不夠 那個舊合約還有規定 我們可以一直租到 自己想要離開為止 蛤 所以房東也都不能趕你走啊 妳們就賴在那裡 賴了80幾年了 對啊 所以 妳還清清漏到 就很賺的感覺 超賺的 來 這發生在我第一次租房子的時候 在板橋 然後那時候看過去就覺得 在一個 安靜的巷子裡面 就好像很舒服 其實警察局也不遠 就很安全這樣 然後住進去沒多久之後呢 我們常常就在早上5 6點的時候 就聽到一些聲音 而且就一開始 就想說在講什麼 在講什麼 到我朋友呢 就是被吵醒了嘛 就認真在聽 然後就聽到他就說什麼 下跪 給我下跪 這樣子一直喊 就喊一個小時多沒有停過那一種喔 我們就發現在我們的樓上 就住了一個精神不太好的鄰居 然後我們住進去才發現的 也看過就是有人報警把他抓走 那之後呢也沒辦法改善嘛 就算報警也沒辦法改善 然後有一次我室友就受不了 就對他大喊 你叫什麼鬼啊 就跟他對喊 對喊 對罵 他們就互相大叫 然後之後不久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們的水費檔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怎麼發現呢 就是因為我們很忙 就沒有留言那個嘛 直到有一次就寄過來說什麼 我們快要把你的水電斷掉 我想說蛤 怎麼那麼突然 我們都沒有收到 因為我們每次打開 那個信箱都是空的 一直以來 然後到我的室友就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跟他對罵完之後 才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被他拿了 他拿了 他幫妳攪水費 沒有攪 就要把我們斷電斷水 要把我們趕走的感覺 你們沒有辦法攪費 對 可是房東沒有講 好 我這個故事 差不多有三十幾年了 老房東太太 然後就租進去 哇 裡面隔間 隔間好 它是一個大樓 它是這一層都是它的 對 它是育工 然後它就一間 一間 一間這樣 對 我就有隔壁 隔壁在隔壁上 就住那裡面 結果住進去了 第一天晚上而已 就開始 隔壁有人吵架了聲音 他說 你為什麼不放過我 你放過我 一直重複 好激烈 很激烈 兩個人在摔東西 後來就忍 實在忍不住了 我跟他 算了 不要住好了 後來一出來 剛好遇到 也是住裡面隔壁 比較久 我就問他 我隔壁為什麼 每天晚上 我都說 你為什麼不放過我 又摔東西 然後說 但是 隔壁那一間 差不多有 車年沒有租人 太恐怖了 哎唷 沒有人 這根本沒有人 怕了吧 沒有人 對 那個時候房租多少錢 你知道嗎 那你就一定有問題 950 950 3 40年前 真的窮到連鬼都不怕 對 對 哪裡能便宜 OK 對 對 窮比鬼更便宜 來 埃及 對 我們在租屋時 一年內就發生了兩次命案 你租的房子 你遇到了 然後第一次呢 就在樓上而已 差不多在晚間10點左右 我們就聽到了樓上 有人在瘋狂的大吼大叫 我就說 那一組又一搬過去了 又來了 你為什麼不放過我 剛剛那一組這組搬走 搬過來 然後瘋狂的大吼大叫之後 隔了10分鐘之後 我又聽到了一聲巨響 三樓摔下去 三樓 對啊 就流離探險 然後我們就趕快報警 然後第二次呢 是相隔了半年之後 同一個地方 對 又是樓上 又是樓上 聽鄰居傳說 是因為感情出現問題 所以他一時就想不開 哎唷 真的被你遇到兩次 你神劍的大條 遇到這種事情 你就繼續住 因為房租很便宜 當然因為房租很便宜 然後 也不會變 離工作又很近 對啊 那就是一直繼續觀察 就是這樣 觀察 那只要遇到一次就 你總會晚歸嘛 走著走著 經過那個地方 然後突然間 一隻少年 姐姐妳回來了 好可愛喔 我還真的做了很多惡夢 真的 還有夢到恰吉要追我 恰吉是可愛的啦 那可能是王世間 有可愛喔 蠻可愛的王世間 我是在台灣租房子 才發現 原來租房子 是要看那個房子有沒有 履歷 對 就是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情 對 因為剛剛 我這一次搬嫁的時候 我就跟我同事說 我最近在看房子 他就傳了一個網站給我 他就那個網站說 你進去先看 你把你的地址打進去 看有沒有事情 我租房最害怕 我就說奇怪為什麼 有這種網子 我都打開 原來台灣人會專門做一個網站 給租客去查 你那個房子是不是凶宅 有這個喔 對 那時候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 我們門一打開 就有一個像八卦型的 八卦鏡 對 不是鏡 但就是一個型 裝八卦型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沒關係 我們也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們就搬進去就住了 這個是在房子裡面 對 房子裡面長 對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房子 對 就一開門 就是有一個這種東西 八卦那是正邪用的 對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不懂 所以我們就住了 然後那時候 我就到我經紀人看了說 他一經過這個地方 他不可能是 黃岸住過 他就開始 花花 花花 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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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 對 是一個朋友的歌 對 一個朋友 結果 結果我經紀人就開始打嗝 因為我經紀人 他每次去拜拜的時候 他就感覺 有這種體型 對 他有一點敏感體質 然後我們就 我就開始覺得有一點毛 因為 我就突然間 結果我經紀人說 妳會毛 會不會男朋友流落在火 是嗎 我有一點關係 覺得毛 比較毛